台东县政府为了帮助有机小农行销农产品 特别在089快乐农场 举办了我们的猪逼农家开心厨房活动 主办单位安排民众 用有机食材制作水饺和各式菜肴 透过共煮共食的方式 让民众品尝到当地食材的原味 也让大家对有机农产品更有信心 台东县政府会推动有机共煮共食 让体验食材DIY的民众都戴上口罩 动手包水饺 让大家都能吃到有机蔬菜最新鲜的原味 就这样子而已 我第一次来到089快乐农场 虽然认识很久但是第一次接触 然后我也知道说 在这边都是一群爱好有机的朋友 都来这边 然后经过指导之后 这群有机的朋友 现在的产品也会越来越成熟了 所以我们希望说 这个通过089这个市场 可以让大家在这边 能够越来越 把台东有机越来越做得越好 但我知道说 原来台湾有机面积基因是花园 但是台东这群人也在齐齐全追 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种有机最光友善的 最光友善的 可以爱用友善与友善 在这边再次祝福大家 中秋节快乐 台东的天然环境非常适合发展有机农业 县府委托中卫中心在089快乐农场 办理单处冰野农家开心厨房活动 以在地的有机农产为食材 让民众自己动手制作菜肴 品尝到最优质的有机农产 就是我们怎么享用当地的 吃在地的 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做 所以台东是做这个有机农业 或是友善农业就会有机农业 只是说我们台东如何把这个 办园弄大比较重要 一定要规模化 如果当地这边应该行动 我当地说像是吉普赛族 今天县农会在大阪桥农会展览的地方去 中卫发展中心比重镇晶年展览的地方来 然后可能那个农阳署又在那里展览 又去 一年要跑外接事跑 好几番 真的非常辛苦 台东先政府也呼吁民众 一起来购买最优质的台东有机农产 吃当季也要吃在地 记者潘君伟台东市报导